下一位請洪委員慈擁 謝謝主席 各位同仁 接下來我們將要針對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草案進行表決 在表決之前慈擁有一些想法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使用來自於台中地區的坦亞神 在這個地區長期以來有一群配合著政府政策在賣命工作的中小企業 他們在在地發展出一個高密集度的零燈工廠聚落 這些工廠大多是屬於低污染的產業 那也符合了消防安全跟環保的相關規定 他們也願意付出相當的成本來換取永續經營 可惜在台中其實工業用地總是生多粥少 而且工業區的開發也是緩不計及 用地的價格更是高不可攀 但是這些工廠呢 其實在台中的產業鏈 其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上下游的一個角色 那除了面臨明年的這個林登大縣的到期之外呢 其實未來這個林登工廠它要怎麼輔導 其實是我們最近討論工服法最迫切要面對的問題 今天修正的工服法 其實林登廠商的訴求非常的簡單 就是如何在維持公共安全跟環境保護之下 能夠符合法令的規定來營運下去 得以生存以及照顧員工的生計 而過去呢 這個工服法曾經歷經了兩次的一個修正展延它的輔導期限 可是這樣的一個林登工廠的輔導 或是未登的一個清查或納管 其實成效都是非常非常的差的 這次的修法如果說我們只是把這個問題 丟給下一個十年或是第二個十年 而主管機關或是部分的業者還是繼續心存僥倖 沒有去落實政策 我想這次的修法也是徒勞無功 所以我在這邊要呼籲大家喔 雖然大家對於這個工服法的修正 還是有一些奇異的一個看法 但是問題就是在那裡 我們要想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未來主管機關對於輔導這些林登工廠 或是要清查以及納管這些未登記工廠 這些工學力以及各項措施 需要真正的去落實並有效的去執行 讓外界真正去看到 我們對於工廠管理輔導的具體的一個成效 我想這才是處理歷史工業比較有意義的積極手段 我想大家的共同的一個目標是相同的 我們希望來解決這長年的一個問題 我希望大家等一下在表決的時候 能夠兼具環保以及我們這些工廠 他的一些員工的生計來做一併的考量 尤其是在後續的公益訴訟 也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支持 謝謝洪委員 下一位請您委員易华